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恳请终生 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德 妄德和爱德 使我们爱慕和遵守你的诫命 获得你所许诺的救恩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路中途制 非礼伯人书 弟兄们 无论如何 或是假意 或是诚心 始终是宣传了基督 为此 如今我欢喜 将来我仍然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赖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 这是必有利于我的得救 按照我所热切期待希望的 我在任何世上必不会蒙羞 所以现在和从前一样 我反而放心大胆 我或生或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颂养 因为在我看来 生活远是基督 死亡乃是利益 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 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 我现在选择那一样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正加在两者之间 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 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但存留在肉身内 对你们却十分重要 我确信不疑 我知道我必要存留 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 为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和喜悦 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当中 同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愿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可慕天主 生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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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 生活的天主 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 灵魂可慕天主 生活的天主 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 在群众欢呼赞颂的歌声里 阿利路亚 主说 你们背起我的饿 跟我学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阿利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在安息日 耶稣进了一个法利塞人 首领的家中吃饭 他们就留心观察他 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 如何征选首席 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即时你被人请去赴婚宴 不要坐在首席上 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 也被请来 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 要来向你说 请让座给这个人 那时你就要含羞地去坐 莫习了 你几时被请 应去坐莫座 等那请你的人走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吧 那时在你同习的众人面前 你才有光彩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被高举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正夹在两者之间 我渴望求解脱 而与基督同在一起 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但存留在肉身内 对你们却十分重要 这一段话 我希望你们知道是取自哪里 就是取自今天 读经一里面 圣保禄中途 自菲利波人书所写的一段 其实圣保禄中途 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呢 他是当时被罗马的司令 已经被抓进监牢里面了 他是在等待受神 所以其实他当时在反省 他的处境 而也在反省这菲利波 整个这个教会的处境 他知道其实 他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 而且他也很确认 确信 如今如果他死了 他可以很安然无恙的 就是很自由自在的 回到天主的怀里 享受永生 但是呢 他又想到 其实我在世间上 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对于这些菲利波人来说 他还有很多 他需要可能去教导他们 陪伴着他们的 所以在这个两者选择 回到天主 享永福 或者是继续留在世间 去做福传 辛苦的福传工作 他自己内心里面也有挣扎 所以他有点感慨 他也不知道要如何 在我这么多年的 牧林工作里面呢 其实我也见了不少教友 他们告诉我 其实他们这一世的生活 他们觉得 我已经活够了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往往当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 繁糙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是比较感觉无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 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了 可是偏偏天主就是迟迟的 不把他们招回去 那有时孩子们呢 也来和我谈一下 因为他们的父母 也如此的感觉 可是他们就是迟迟的 还存在这世界上 所以孩子也有点感到 不知所措 所以今天的读经呢 其实也是一种 在邀请我们去反省 这个决定 当然我们可以决定说 我在世间的生活 已经活得很够了 我已经准备好 要回到天国 这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决定 可是决定 什么时候回到天国呢 这个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而是天主的 可能如果我们有人 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也可能要反省一下 我们在世的生活 我们是每个人的生活 和他人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 我的死亡呢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会影响很多 我身边的人 甚至我的家庭 我的社会 所以我和他人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有这个心态说 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到天国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只是像保禄一样 准备好我的心境 可以回到天国 可是呢 在天主造教我之前呢 我选择继续的努力 把我的信仰活出来 把天主的爱 天主的希望 天主的慈悲 继续的带到我身边的人 所以呢 我可以把我生活 仅存的这些日子呢 继续用行动来为天主做见证 那如果你 真的是 我们每个人到 其中有一天 我们是会到一个 我们生活的差不多接近的终点 可能我们需要好好地去反省 我如果真的是到了那一刻 我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是否会感到很无奈 很迫不及待 我们每天在满艳天主 为什么你还不把我收回去 我们愁眉苦脸呢 还是我们继续勇敢 用一种非常愉快 非常开心 充满希望的方式呢 继续把我们生活仅存的时间 去分享天主的爱 和关系 我们来如此呢 为天主做一个最好生活的见证 让我们今天好好地想一想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卖面饼 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吃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葡萄酒 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尊位的上主 求你垂顾我们的献礼 使我们按照当今的本分 真诚地侍奉你 显扬你的圣名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以仁爱创造了人类 以慈悲救赎了该法的万民 尊位的天主 天使 以及天上神圣 借着基督赞美你 亲从你 敬畏你 欢悦 庆贺你 据你恩主我们 以和他们 千功地 同声赞颂 圣圣圣圣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穴 他甘愿 学生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 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 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 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纪 基督 我们传报 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 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 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死 于复活 向你奉献 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 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 基督的圣体圣靴 并因圣神 合而为一 上主 取你垂念 朴实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 方济格 我们的主教 五种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晚散 取你垂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垂念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取你垂念 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 天主之母 童贞 荣妇玛利亚 祂的敬佩 圣若赦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福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和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助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是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朴实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居你不要抗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 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现在请大家 互助平安 圣父平安 除免恕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恕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恕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招来赴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再次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静默平和 神灵圣体 我祖耶稣 我真心却幸运 在身体胸肆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我渴望 令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 神灵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当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在我们身上 发挥着共荣圣事的效能 使我们以信德所领受的圣事 为我们带来生活上的时效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 礼成 感谢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